市長,當下他說八千,後來爆炸也到外面也看到了兩三萬了,全部刻滿了青島東外面,這是民意啊,你跟我都是民意代表,這樣的態度,你也當過立委,你能接受嗎? 不議員,你是問我,對於國會黨 我現在問你這個問題,你看到這樣,提到這個東西,不管大家的意見是怎麼樣,但民主就是應該能夠溝通協調討論嘛 結果提到這個,國民黨,民眾黨在選校,可以嗎? 你認為可以嗎?你摸著良心啊,可以嗎?這樣好嗎? 不過這個議員啊,因為我又不在議場裡面,我怎麼會知道當時整個... 我現在給你看啦,我認為這樣子你接受嗎? 我想回歸到就事論事啊,議員,你關心立法案線審查國會改革法案,你要知道相關的內容還有提案是過去各黨派都有提案的 所以你說支持,是不是支持調查局 市長,我能夠理解,你拿過去你當立法委員,你說各黨派都有提過 好,那我現在就回過頭來跟你聊一下,那如果是在我們議會呢? 是不是我們也來提案一下,藐視議會罪? 我尊重議會 那你能接受嗎?因為如果以你剛剛接受這個藍白所提案的,在議會你可以接受嗎? 是不是只要我們提案你要大力支持嗎? 我尊重議會 大力支持嗎? 尊重議會 為什麼態度縮回去了? 那議員,你支持嗎? 你剛剛不是覺得很好嗎? 你支持嗎? 所以我先問我們提案,你支持嗎? 那你支持現在立法院,你支持藍白嗎? 你如果反對你為什麼要在議會提 你支持嗎? 我只是問你啊,你支持嗎? 你支持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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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是台北市的大家長,我請問你這個問題,問你的態度你不回答 我問你,你支持嗎? 你都不支持 我支持,我的態度很清楚,那議員 你如果支持 我認為你應該要更理解到底裡面發生了多麼的不透明的事情 並沒有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要公正客觀的來看待這件事 而不是最後用戰效的方式 我覺得如果今天在我們台北市議會殿堂也發生這樣的善效事件 你應該也不會希望吧? 所以尊重議會 尊重議會 什麼意思? 就議員如果有人要提案任何的方法 那我希望齁,因為我後面還有很多市政要問 所以我希望到時候您能夠大力支持齁,就像您在看到國會這樣 你現在連訪日回來馬上都可以說您支持 支持到了,那也應該要支持地盤對現在的單本分內容